自律神经失调Autonomic Nervous System Dysfunction 又称为自主神经系统失调 是一种影响自主神经系统运作的疾病或症状集合 自主神经系统负责调节身体的自动功能 例如心脏率、呼吸、消化、血压和汗水分泌等 当这个系统失调时 可以导致一系列的身体问题 包括弹部线与以下症状 心脏和血压问题 包括心跳过快、心计或过慢、血压升高或降低 这可能导致晕厥或昏迷 消化问题 包括胃部不适 腹痛、腹部胀气、便秘或腹泻 呼吸问题 呼吸速率不正常 可能导致呼吸急促或困难 体温调节问题 可能出现过度出汗或无法正常保持体温 眼睛问题 瞳孔可能无法正常收缩或扩张 导致视力模糊 过度疲劳 由于自主神经系统无法正常调节能量消耗和休息 患者可能感到极度疲劳 自律神经失调可能是原发性的 也就是独立存在的疾病 也可能是其他疾病如糖尿病 慢性疼痛综合症等的症状之一 治疗和处理自律神经失调的方法 取决于其根本原因和症状的严重程度 以下是一些可能的治疗和管理方法 药物治疗 医生可能会开立药物 如抗脉搏过快药物 抗高血压药物 抗抑郁药物等 以帮助控制自主神经系统的不正常活动 生活方式管理 建议患者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 包括均衡饮食 适量运动 避免刺激性食物和饮料 定期休息和减轻压力 物理治疗 物理治疗师可能会提供一系列运动和技术 以改善姿势平衡和康复 生活质量改善 教育患者如何管理症状 例如学习减轻口晕 处理肠道不适或适应呼吸困难 心理治疗 如果焦虑 抑郁或应激是自律神经失调的症状之一 心理治疗师可以提供心理治疗 以帮助患者应对情绪困扰 支持性措施 参加支持小组或患者教育计划 可以帮助患者分享经验 互相支持 自律神经失调的治疗应该是个体化的 根据每位患者的症状和状况而定 患者应该与医生合作 制定一个适合自己的治疗计划 以改善生活质量并减轻症状 总之 及早诊断和治疗可以帮助患者更好的管理自律神经失调并提高生活质量 有些事现在不做 以后也不会做了 布莱克独木舟生态研究中心 2023年10月9日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與此提的明星公私情感到这里